这次的中国南篮在世界杯上的三场小组赛 中国南篮创了历史最差的成绩 三场比赛总共输了80分 赛前还过度乐观的说 能赢下南苏丹和波多黎各可以掰掰手腕 最后小赋塞尔维亚 像不像02年世界杯中国男足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圣哥斯大利加平土耳其小赋巴西 这显然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认知 这是喝了多少加酒才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其实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这句话我对中国男足的未来 中国南篮的未来这两大球是这么一个判断 为什么呢 我说一下足球和篮球的商业价值都很高 又是团体运动 其实在中国群众基础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差 这为什么到国家队层面都打出这种成绩来呢 咱们理一理 国家队的成员是哪里来的 是从各大俱乐部选拔上来的 那选出来的就一定是最好的吗 不见得 俱乐部的人是从哪来的 那是走的清训 从青年队上来的 那能入选青年队 你了解一点体育的都知道 这里边都是有明码标价的问题 有本事没钱你磨进来啊 你是块金子 给你盖上一块破抹布 你也不会闪光的 那从少年队再到青年队 从士体校到省体校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 拎得轻又舍得投资的父母啊 没有钱你怎么进步啊 那为什么在中国个人项目 这种体育还有出头之日 还有可能取得好成绩 但是像这种团体项目 足球篮球的 这两年的成绩是越来越差呀 那就是因为人多 你听过一个故事吗 叫南国先生 齐轩王喜欢听吹声 那喜欢大家组个乐队一起吹 你一个人吹不吹得出来声音 他都不在乎 你说足球啊篮球啊 他都有替补 你只要不上场 没人知道你连球都不会打 实在演不过去了 上场演个两分钟 表现得积极一点 也能蒙混过关 你只要态度端正就有的说 那在中国不是也有人 靠跳健美操 当一个替补队员 考上了清华的吗 还有一个地方的省运会里 这个某一个队的替补队员 全是关系户 还打到了决赛 上半场0比3落后 下半场足协一个电话 打个招呼 5比3翻盘了 没上场的 也都能拿到一级运动员的证 个个都上了985 反正人多嘛 能混就混嘛 混不了 还可以更改比赛结果 我们还可以靠网络点赞来决定名次 还可以比跳高跳远来决定篮球的名次 输30分在中国照样能够夺冠的 反正浑浊是一种常态 中国南篮输80分 你就庆幸吧 你都把NBA的球员都规划过来了 都请了塞尔维亚的前任主教练 如果不是这样 你不起码输个160分呢 这些人会打球吗 哪个又不是南郭先生呢 你见过伐篮都会投个三不瞻的吗 那是个人吗 中国篮球是有过辉煌的历史 过去打的叫小快灵 每一个球员都有绝活 什么这个直臂投篮急停跳投 不讲理三分 如果让中国队罚球 那过去都是属于送分的 但是现在呢 各顶各的扎巴掩 罚球不到一半的命中率 你说这些毛病啊 一个都改不了 而且只会和世界水平之间的差距 越拉越大 中国南篮真不比中国南族好 那是一模一样